9月2日消息 美国加州机动车管理局于当地时间周三证实 苹果测试车辆在8月份接连发生了两起轻微碰撞事故 第一起事故发生在8月19日 当时苹果改装的雷克萨斯RF450H在加州圣迭哥希尔克雷斯特地区行驶室时被一辆线带撞上 当时这辆车被堵在了车流中 在这两起事故中 苹果的自动驾驶汽车都处于手动模式 这意味着自动驾驶系统没有激活 苹果和其他在加州道路上测试自动驾驶系统的公司被要求报告控状和人类司机接手控制的情况